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反攻 搏雷雷不想继续战争 阿姆斯特丹到伦敦的欧洲指证要停驶 印度发生重大的火车商场事故 有近300人死亡 防制过百月份出访蒙古 美加的军冷过台湾海峡 美国苦共美兴访华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荷兰国防部长奥尔隆·格伦 在新加坡乡格尼拉安全论坛上 驳斥了崔天凯对欧洲安全和乌兰问题的看法 崔天凯是中国前驻美大使 亦在亚洲安全论坛上 中国代表团的非正式顾问 他在星期六活动中表示 欧洲在确保大陆安全方面 修行审美 并建议论坛上的其他国家 应该改变更张 向中国和亚洲学习 美国媒体Politico 引述出天凯的话 他说 我们过去经常向欧洲寻求 他们在区域一体化方面的经验 但是现在 或者 欧洲人可以转移关注我们 我们不会将我们的方式强加给你们 但或者 你们可以从我们的经验和成功中 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他说 我们的地区 应该从你们的失败中 吸取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 我不想使用失败这个词 但起码缺乏成功 崔天海还说 我们将继续以亚洲的方式 管理我们的安全局势 以及处理所有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亚洲的北弱 不希望看到北弱 在我们地区的作用扩大 根据荷兰郭雄部长说 这位中共大使表示 由于沃南的战争 显示欧洲未能好好的管理它的安全 当然 我知道 沃南有一场战争 但我认为 这不是我们对 欧洲的安全局势 管理不善的结果 反而 这是有人不尊重我们 想要管理 欧洲安全方式的结果 这位荷兰郭部长说 我认为 欧洲并不缺乏对中国的尊重 亦不缺乏对中国文化的尊重 我们对这些非常尊重 但是你不能够将 他说 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反攻 据基库独立报报道 乌克兰总统 在6月3日发表的 华尔街日报采访中表示 我们已经准备好反攻 他说 我们相信我们会成功 但是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 尽管乌克兰的总统 并没有表明 乌克兰在等什么 但是他强调 俄斯仍然有空中的优势 而缺乏保护 意味着很多的士兵 将在这次反攻中牺牲 越来越多的国家 加入了支持乌克兰的 战斗机联盟 自在加快乌克兰的武装部队 对F16战斗机 和其他第四代战斗机的训练 但西方盟友是否交付 以及交付的时间表 仍然不明确 随着乌克兰反攻的传言越来越多 乌克兰敦促盟友 尽可能恐怖落俄斯 包括停止签证 以帮助乌克兰 他又说 中国比俄斯更强大更强 中国方面 能够在实现和平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扎尔斯基强调 外国者防控系统非常重要 乌克兰至少需要50度的系统 否则就会失去制控权 而没有制控权 对这任何反攻来说 都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在新加坡出席 香格里拉对话会的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 哈夫雷洛夫 拒绝了印尼国防部长 在会议上提出的 建立非军事区 以停止俄乌自治的提议 并强调 乌克兰方面 不会谈判和失去领土有关的协议 包括克里米亚 博雷利不想结束战争 欧盟外加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 博雷利在新加坡 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 谈到外国战争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结束的条件 他说 这就是西方停止向乌兰提供的武器 博雷利预测说 我知道怎样可以结束乌兰的战争 这个很容易 我们只要停止对乌兰的军事援助 战争就会在几个星期内结束 但与此同时 博雷利考虑冲突的结果 据他说 如果冲突的结果很重要 这样 欧盟就不能停止 向基辅提供军事物资 因为这些国家 不想要一个投降世界 将乌兰变成第二个白俄罗斯 博雷利强调 重要的不是冲突结束的事实 而是冲突结束的结果 从阿姆斯特丹去伦敦的欧洲之星要停止 阿姆斯特丹希望避免跟伦敦的直达列车 终断7个月甚至11个月 和宣布 从明年的6月份开始 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到英国伦敦的 欧洲知识列车 将停运几个月 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将进行翻身 工程期间 并没有护照和行列检查的空间 而这一行检查是必要的 因为英国不属于神经区 但是 这个消息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阿姆斯特丹的副市长 范德霍斯特在地区媒体上说 和伦敦的这种联系 对阿姆斯特丹至关重要 那么重要的火车连接失去了那么长时间 这是莫名其妙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使火车更多吸引力 以减少短途飞行航班的数量 自从2020年10月开始 可以坐着欧洲知识的列车 从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 经过英吉利海峡下的隧道 直接抵达伦敦的市中心 行程是4个多小时 坐这趟列车的乘客 必须准时到达车站的一个博物室报导 因为护照和行李 要接受荷兰和英国的海关和宪兵的检查 就像在斯基普机场那样 但由于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的大规模工程 这个博物室并没有空间 荷兰基础设施部的国务比斯海里 昨天资讯给第二议员 说欧洲知识从2024年6月份 至2025年5月期间 没有办法从阿姆斯特丹出发 欧洲知识列车 最迟到2025年5月份 才能够再次恢复 从阿姆斯特丹启程 国务比斯说 没有办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的确非常令人失望 今天 阿姆斯特丹的副市长 范德霍斯德华 和基础设施部 铁路维售公司和铁路公司一切 看看是否有什么方法 可以缩短时间 欧洲知识也在 河南的陆特丹停革 但那里的海关工作场所不够大 没有办法检查 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雷亚 这个可能意味着 来自荷兰的雷亚 必须在工程期间 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登上往伦敦的火车 但是 据说荷兰关于欧洲之声 是否可以直接从伦敦 开往阿姆斯特丹 仍在调查中 而直接从陆特丹开往伦敦 这样的后果也在调查 荷兰的基础设施部 考虑到欧洲知识的管理层 作为一个选项 选择取消伦敦和荷兰之间的整个连接 星期一 欧洲知识的女长每日 将前来荷兰 和荷兰的基础设施部 铁路维售公司和荷兰铁路公司 举行会议 进行深入讨论 印度发生重大的火车双重事故 近300人死亡 位于印度东武沿海的 奥里萨邦发生重大的火车双重事故 官方确认 至此有近300人死亡 另外有约900人受伤 印度铁路公司说 事发于6月2日星期五 当地时间晚上7点20分左右 从班加罗尔开往西曼加拉 一列豪拉特快列车跌跪 撞上了从加热各担 开往阴来的一列科罗曼特快车 一列火轴列车亦受到影响 即是说 总共有三个火车 牵涉到这件事故当中 奥里萨邦的司防局长说 目前首构的工作营造进行之中 死亡人数有可能会上升 印度总理莫迪法推文说 政府将尽一切所能为所有受害者提供援助 印度的铁路部承诺为死伤者作出赔偿 这一次意外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16年的那一次 当时印度北部一次出轨的意外 造成了140多人的死亡 印度的铁路网存在基础设施务化 和维修不善的问题 这些往往是事故的主要原因 印度2021年 全国发生的铁路意外大约1.8万宗 死亡人数是16,431人 方济国在8月份出访蒙古 梵蒂江教皇方济国 将在8月3月1日至9月4日 作访问蒙古之行 这是他们去过的最偏远的国度之一 在那里大约只有1300名天主教 但由于靠近中国 路透社说 蒙古对浪瓦天主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梵蒂江三号在一份简短的公告中宣布了这次访问 说这是应蒙古的总统和天主教领袖的邀请而出访的 发言人说 细节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公布 去年8月 方济国任命了意大利人马伦哥为第一位驻蒙古的红衣主教 他是蒙古天主教的管理者 马伦哥上个月回到罗马 会见了教皇 讨论了方济国访问蒙古的旅行 一行统计说 大约60%的蒙古人口有宗教信仰 其他人口就没有宗教信仰 在表达宗教失望的人当中 87%的人认为自己是佛教徒 5.4%的人信奉伊斯兰教 4.2%的人信奉撒门教 2.2%的人信奉基督教 1.1%的人信奉其他宗教 尽管蒙古的天主教徒人数不多 但是这个国家对梵蒂江来说的意义重大 蒙古和中国有着漫长的边界 以及密切的联系 梵蒂江正在努力改善中国天主教徒的处境 访问天主教徒占少数的地方 也是方济国政策的一部分 目的是引起人们对他所关注的社会 以及世界边缘地区的人们 以及问题的关注 方济国将在8月2日至6日访问葡萄牙 参加在里斯本举行的世界青年日活动 方济国还说 他明年可能会去引渡 美加军舰经过台湾海河 美国海军6月3日说 一艘美国军舰和一艘加拿大的军舰 3日穿越台湾海河 中国东部战区新闻泛人士艺表示 6月3日 美国中运河驱逐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号的 回舰经过台湾海河并公开炒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的战区 组织海空的兵力全程跟监境界 依法依规处置 而美国海军第七艦队 收获特发表声明说 美国海军的导弹驱选弹中运河 加拿大蒙特利尔号 例行通过台湾海河 军舰通过的水域 符合国际法的公海航行 和飞越自由适用的范围 声明提交 中运河和蒙特利尔号通过台湾海河 展示美国旗盟友和合作伙伴 对自由开放印太区的承诺 华尔街日报3号说 加拿大的国防部长阿南德 拒绝回应记者有关美加的军舰 穿越台湾海河问题 但他说 我们正在作出贡献 而且 这种贡献将持续下去 由此 会以实质方式加强在印太区的存在 美国国务卿访问 美国国务院宣布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康达到访中国 期间将和中方的官员 讨论双边关系的关键议题 康达计划 从6月4日至6月10日 访问中国和新西兰 康达这次亚洲之行 将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两岸事务的高级官员陪同 较早时 有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白银斯 5月份亦曾到访北京 并且与中方相关的官员会面 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